也没有刻意啦 就是因为我宝贝本来就是 Daddy 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我没有什么同理心 我没有 有时候我会很容易不尊重别人 然后我讲话又很毒 然后我情绪很容易上来 Go Chuan Be Your Own Trend 今天的Go Chuan好朋友系列呢 哈 我BROCCOLI里委屈一个人担当啊 赖鼻拳 因为太多听众们呢 还有观众在下面feedback说 每次我们两个人搭档就很吵 所以今天这整个好朋友系列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我认为今天请的嘉宾 他们的新歌呢 是需要很认真的去谈的 因为我甚至看MV是看到有掉泪的 让我们有请大银和FATO Hello 做你们好像很累这样的 做好像很累这样的 会不会是有一点可能你的hyper 这样我这样下来 终于可以来到你的节目啊 我没有办法想象他跟MV在一起会怎样 MV有跟我讲你是个很hyper的人喔 是 但是我一定要比我hyper的人 我就有一点控制不住 OK 不要像MV一样 因为今天这首歌呢我觉得它 有点deep 然后要很慎重的看待 说真的就是两位的新歌啦 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你还爱我吗 你还爱我吗 其实我好奇就是因为这整首歌 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它就是讲述你要去到这个国家 如果你是当时在那边结婚的 你要穿回那个婚纱 那个礼服 然后回到去现场来一起注册离婚 可是为什么机缘巧合之下会接触到这个讯息呢 我在Facebook上面我就看到一张照片 然后它那张照片就是在非洲 就是你看到一些非洲人 男男女女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穿着婚纱礼服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喔这个图 在加纳共和国离婚的话 其实如果那个夫妻决定要离婚 他们是要穿着他们结婚当天的婚纱 去出席这个离婚仪式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概念很很很特别 然后我就很喜欢把这种很比较特别的东西写 写在歌里面 因为刚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故事去连接成我们日常 我们情侣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那时候我就把这个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这个歌名就记录在我电话里面 因为我平常都是我在网络上面我看到一些奇怪的歌名的idea 我都会记录起来 其实我们是先拿想好宣传要怎么宣传 然后要拍红杀照 然后要怎么拍MV怎么拍 然后过后我们才写歌 讲到marketing 这个真的是必须要来好好聊一聊 因为其实在前阵子呢 两位呢就在IG上面放了 大家都以为已经结婚了的照片 所以是谁先想到这个idea的 他想的 都是他想的 大部分的想法 基本上八九十八千都是他那边出来的 所以我其实也是很清新 因为其实我的这些天马星空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可是下面我看到其他一个蛮 蛮让我注意到的评论 他就说 希望歌曲是真的 求婚也是真的 或者是结婚是真的 所以其实两位是有在头头planning这件事情 还是其实有所规划吗 也没有特别什么大的规划 因为其实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 就是见到他爸爸 就是真的是可以跟他一起坐下来吃饭 因为我有见到他一些家人 但是就是他爸爸可能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我真的是要结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要去 尝试 没有没有啦 讲乱讲乱讲乱讲 就是还是要去见到他爸爸 去认识他爸爸 因为我不知道可能 就是我觉得家人这东西也是很重要 虽然结婚在一起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身边的人 那听完了飞道尔的想法想要听一下大影 因为你在整个MV里面 你是直接穿婚纱嘛 对 所以其实我很好奇 那算是你第一次穿婚纱吗 不算是第一次啊 因为我经常我唱那种Event表演 我就是穿那种比较大的衣服这样 这个算是新婚纱 还没有到婚纱 只是有头纱 看起来比较像婚纱 可是就认识跟飞道尔一起在同一个场合 以结婚为名义的那种是第一次吧 对 然后当下就带上那个婚纱 穿上去的时候 就觉得我好像真的要结婚了的感觉吗 没有 我们没有时间想那么多 真的假的 真的 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唯美吗 对 因为我们就是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在那个工作的MOD里面 我完全没有时间去讲 哇我这样很美还是怎么样 我们就拿起相机就拍一个咯 我们就去拍摄了 对 我觉得毕竟画面只是其次 重点是歌声好听对不对 哦 哦 可是之前我想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有烧沙发的这个idea 它是有要表达什么意思吗 因为其实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会有 客厅里面都一定会有一个沙发 是 就感觉像是一个家的存在 对 必备的东西 没错因为我们也没有资金去烧一个家 所以就把家里面 没有办法 烧的东西 就是一个沙发 所以就是其实烧掉沙发其实就见证就是好像 寓意着一段感情结束 一个家已经被被烧掉 进行烧毁的一个箱子 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 其实反而我在看MV的时候 我注意到另外一个点 因为你们是在这样子面对面看着 然后把那个火点开嘛 然后飞到了去丢去沙发那边吧 那我在想它应该你没有放燃油在那个沙发 对吧 对不对 然后应该你一放下去的时候它就 BOOM 因为你没有办法好好看个MV去感受 为什么你就是想它怎么样烧起来放手 当时我在想哇 那大影一定觉得超级烧的 对不对 我们两个 我就想那个感觉是怎样 因为你们要很深情的眼看着彼此 同时旁边又在BOOM 没有我们丢下去的时候 其实前两次我们有MG的 就是点不着那个 所以是重来过两次了 重来过两次是点不着那个椅子的 第三次的时候 就讲不然把那个软油全部倒完这个椅子 因为本来我们是放 边边罢 对对对 然后打完 然后打完呢一个状况是什么 我们一坐下去的时候 我们整个裙子裤子都是燃油 然后还跑来前面那种 我的天哪 对重点是那个导演还不要看 就是音乐结束啊 我们要这样就看出镜头 来多一下啊 多一下啊 来多一下啊 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 啊 卡 我们直接冲 其实讲真的我觉得导演有一个心机 他应该是想要你们两个人一起烧起来 那就变成热火凤凰了 哈哈哈 哇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MV 其实真的是不简单的 从歌曲制作到MV拍摄 包括 明明MV只是一个画面 看着两人这样子走来又走去 然后丢火 但是你们后面经历的东西没有人可以知道 所以大家真的一定要来到YouTube来看他们的MV 把他们的流量给冲上去 好不好 那讲完了音乐的部分呢 先来四首感情 来来来来 要干新的时候 我最喜欢 八卦Andy现在正式来了 因为真的太多人问我了 就大影 我不懂有时候她在IG story上面 大家都懂她是在社交媒体很活跃 然后做自己很可爱搞笑的女孩 但是有时候感觉你的IG story 有时候有刻意要撒狗 你给我认不认 也没有刻意啦 就是因为我宝贝本来就是 宝贝本来就是对我很好 我就想要给大家知道吗 有刻意啊 很气 因为前阵子大影就在他的IG story上面 他就拍了一个影片 是他在推那个行李 然后就说 因为飞道尔在上大号 他平时都把我当成公主 根本不会让我去搬行李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体验搬行李 然后我当下就 因为他真是不让我搬 我只是把那个事实陈述出来 他真的在事物中完全不让你碰这些东西 基本上 我要拿他印一票给我 然后他不然就这么抢过来 我没有办法拿东西 我就这样 你拿这个就好了 他拿什么他的手 ok 他就是我的bag 那你什么都不用拿 我不用拿 可是有时候我很心虚的 可是我很想拿 可是一拿一杯他抢回去 有点翻耳赛这样 有点翻耳赛这样 有点 请问你会表现得怎么样 还蛮好奇你们两位私下的互动的 就是 我讲 你要不要学一下 你猜测一下我会变成怎么样 嗯? 假设他今天可能很man这样 我帮你帮你帮我行李 你帮你帮我行李 要帮你帮我行李 爹地 block掉这个影片 block掉这个影片 跟我重新放三段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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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还会接 shut 这样就没有 那有点过了 哈哈 那就是感觉 因为看你们的生活 平时好像 都是很甜蜜很恩爱 然后他真的是 对你很好 可是你们在这相处的 这几年当中 应该也有摩擦的吧 有啊正常啊 一个情侣一定会有摩擦的 那发生过最严重的吵架是哪一次 其实蛮多严重的 因为一开始其实我 因为我自己脾气不是很好的 然后我自己脾气不好 然后我讲话很多 多不好 就是什么事情会惹入到你 其实因为我的情绪状态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就是我不是一个 我也是一个蛮贱的人啊 就是我的性格都不太好的 就是我有很多 我没有什么同理心 有时候我会很容易不尊重别人 然后我讲话又很毒 然后我情绪很容易上来 所以一开始呢 其实他蛮辛苦的 就是前面一年吧 一年多 他实在蛮辛苦 就变成我 我变成很多时候 很多情绪 很多工作的时候 我一压力 我是一个很容易压力的人 我一压力 我的情绪就上来了 所以变成我讲话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伤到他 所以其实一开始 我们还蛮常吵架的 然后就是我还蛮常让他伤心 只是后来我有跟他讲过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照顾好他的心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小孩子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持 他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在我身边做一个 天真不用想那么多的一个小孩子 因为他每天起来 他就是很开心 享受生活 然后就 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就是我就是什么东西我都先做最坏的打算 是 然后他是一个很乐观 然后很容易开心 也很容易伤心的人 所以 我就这个东西其实我在他身上我也是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 哇 怎么样去看待生活 怎么样去珍惜生活 曼哈的父爱越来越严重 就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 我出去的时候我会我会完全不要用脑的那种 就是好像假装你今天走路我不要我就没有看路了 因为我知道他就成本了 我觉得我会不小心走 你这样走是不是 你这样就准备一下 就是 就没有太那个加码警觉性没有那么高 是 因为他会帮我看很多东西这样 哦 所以我理解到就是 最好的安全感呢 就是在感情中可以任由的肆无忌忌 一旦无理取闹做自己 然后也不会担心这样的你呢 会有一天那个人会不喜欢你 对 他就会接受我全部的东西这样 哦 可是当初 因为你们说刚开始 谈感情的时候有发生一些纠纷嘛 那主要都是情绪上的一些抒发 可是大影本身你会 当他可能有情绪来的时候啦 你会觉得 OK他情绪来了 我要理性跟他沟通 还是你会用情绪对回他 一开始我是属于比较安静 我就什么都不讲 你是一个可以吵架的人吗 会吵架的人吗 我不太会吵架 不太会吵架 我不会吵架的 真的假的 感觉你会很凶耶 所以当他今天脾气来了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讲 在网络上面的他跟我私底下跟他是完全不一样 好像吵架的时候其实他是比较 比较容易哭的人 但是现在我们吵架的话就比较容易 就是各自先冷静 然后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然后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过后才会去一起沟通 这样子 这才是一个解决方法的正确指导 对不对 最后还是越来越惨 真的真的 所以感觉现在在感情上面都是比较成熟的 然后其实讲到这里我还蛮想要问这一句的 因为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 只是觉得努力那么久 却还是败给了不适合 所以我就哇这句有戳到我 两位觉得在感情里面 就是只要两方是为这同一个目标前进 是不是都一定会有好结果 不会耶因为你两个人要在一起 要走到最后还要经历过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挑战那些 你不一定是你觉得你有觉醒就可以到最后 把握当下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嘛 因为未来本来就很难预测 那两位之后还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 还是可能会再出新歌之类的 我个人的话我之后会发一首歌 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人的话 我们是没有固定好我们这个时间要做什么东西 应该就kick来了就刚好做咯 对对对对 就是有点食欲而安的一个状态 我的话就这一两个月就是好好宣传我们的新歌 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咯 然后就是有机会合唱的话就合唱 然后我今年年尾应该会会办一个巡回这样子 对对所以希望在今年演唱会之前 可以再发多一两首歌 然后就年尾就办一场演唱会 希望大家可以尽情攜带一下我到时候的功夫 对没问题大家一定要留手过去 因为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能来宣传他的演唱会的 好那谢谢两位今天来到这里啦 啊ok 依照broccoli的惯例呢还是不可以放过两位 就是平时在好朋友系列里面歌手过来哦 因为我毕竟算是构选的语言小天才 哈哈哈 你跟我应该要做梦了 哈哈哈 我要就是唱chorus 然后用不同的语言吗 我是发现人但是我用广东话来唱这首歌 你每一曲有改不同语言的语言小天才吗 你就一直欢啦 真的假的啦 对对对对 没有我语言小天才是反讽的诶 我试试看一下啊 雷海我一我梦 Do you still love me 复健复健 我看你的蚊子 公义的蚊子 公义的蚊子 这么好这样 哎呦 差个音了咧 对 这么好这样有歌 还得歌这样的 ok 下一句 有发汗塞呀 You know everything 你懂我 我 我不想去 想回家里寻朋友 哇 这个是语言吗 哈哈哈 我跟你讲 大家也要纠纵我也不行 因为他不会广东话 哈哈哈 好啦 谢谢两位 大家记得 谢谢他们的性格 在加拿大共和国离婚 然后记得在下面评论点击 subscribe 我们的Goshen YouTube channel 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